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日前刊文 狠批两岸三地的电视剧《甄嬛传》 是在宣扬比坏的价值观 并且大力的推崇韩剧《大长经》的坚韧 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和炮轰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的反应 2012年的热门剧集《甄嬛传》 不仅红遍两岸三地甚至传到海外 可说和红头亚洲的韩剧《大长经》 受欢迎的程度相当 两个同为皇宫争斗题材 《甄嬛传》讲的是在残酷的清朝宫廷斗争当中 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 主人公甄嬛最终铲除对手爬上皇后宝座 而同样处在充满阴险毒辣朝鲜王朝当中 《大长经》则是凭着她的善良坚韧 成为首位女御医 9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的评论文章 狠批甄嬛传 说这一剧集是时代的悲剧 引导观众以甄嬛为榜样 选择了以恶抗恶 同时还炮红犬儒主义和投机主义等 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曾经任职香港《联合报》文艺编辑的张成爵 分析认为 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才刚尚未不久 因此不希望外界通过这些影视作品 联想或是看清他们内部勾心斗角的真实面目 在网络上不少网友批评这篇文章 认为最讲究全数勾心斗角之地 恰恰是中共官场 网友汉颖依然如故反问 没有甄嬛传 这种所谓的比坏现象 难道就没有了吗 有网友引用《甄嬛传》里的经典台词表示自己只想对《人民日报》说 贱人真是矫情 新唐人亚太电视 长汉王子齐李勇采访报道